安大略省省政府本周宣布 计划推进413高速公路项目 希望以此环节大多伦多部分地区的交通拥堵状况 该计划也将在安省经济复苏增长和创造就业的计划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13高速一旦开始建设 它将连接河顿皮尔和约克区地区 因此又被称为大多伦多的西部走廊 413高速从东部的HV400开始 延伸至西部的HV401和407的交界处 全场52公里 有4至6个车道 以及专用于车辆及乘客的独立基础设施 安省交通厅长马尔罗尼表示 到2031年这条路线上的总交通量预计每天将超过300万辆汽车 与目前通过HV401和HV400驾车所需的时间相比 沿403高速全程行驶的人通勤时间最多可减少30分钟 省政府提供的信息 413高速将成为释放大基马地地区居民和企业潜力的关键因素 提供更好的住房和就业机会 并吸引更多对汽车制造和其他行业的投资 大基马地区是北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该地区预计每五年吸引100万新人口 到2051年将达到近1500万人 该高速公路的首选路线初步设计已经开始 在建设期间该项目预计每年将支持多达3500个工作岗位 并产生多达3.5亿元的年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另外安省住宅与民用建筑联盟的最新报告称 413高速在五年的建设期间将在建筑和其他行业每年支持多于8000个工作岗位 为安省的工人带来多至23亿元的收入 政府称将于2021年12月就该项目继续征求公众的反馈意见 此前413公路计划在今年3月被多伦多和旺市市议会否决 当时市议会认为 拟役的413高速将威胁着重要的农业用地 敏感的水路 受保护绿色地带和保护区 以及数以万计的工作和数十亿与农业有关的经济活动 如今该项目又被提上议程 省长道格福特表示 随着河顿皮尔和约克区都将有惊人的经济增长 政府同意开建道路和高速公路 以保持这些社区的畅通 按道略省政府本周宣布 计划推进413高速公路的项目 希望以此缓解大多伦多部分地区的交通拥倒的情况 该计划也将会在安省经济复苏 增长和创造就业计划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413高速一旦开始建设 它将会连接河顿皮尔和约克区的地区 因此也都被称为大多伦多西部的走廊 413高速从东部的highway400开始 延伸至西部的highway401和407交界处 全长52公里有4至6个车道 以及专用于车梁及乘客的独立基础设施 安省交通厅长马尔·罗尼表示 到了2031年 这条路线上的总交通量预计 每日将会超过300万辆汽车 和目前通过highway401和highway400 驾车所需的时间相比 原413高速的全程行驶的人 通勤时间最多可以减少30分钟 省政府提供的信息 413高速公路将会释放大金马堤地区的居民 和企业潜力的关键因素 提供更好的住宅和就业机会 并吸引更多对汽车制造和其他行业的投资 大金马堤地区是北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该地区预计每5年吸引100万的新人口 到了2051年将会达到近1500万人口 该高速公路首选路线初步设计已经开始 在建设期间 该项目预计每年将支持多达3500个工作崗位 并产生多达3.5亿元的年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另外安省住宅和民浴建筑联盟的最新报告说 1113高速公路在5年的建设期间 将在建筑业和其他行业每年支持多于8000个工作崗位 为安省工人带来多至23亿元的收入 政府说将会在2021年10月月就该项目继续征询公众的反馈意见 此前413公路计划在今年3月份被多伦多和黄市议会否决 当时市长会认为建设413高速公路将会威胁着重要的农业用地 敏感的水路受保护的陆化带和保护区 以及数以万计的工作和数十亿元农业有关的经济活动 如今这个项目又被提上以程 随着河顿皮羽和约克区都有着惊人的经济增长 政府同意开截道路和高速公路 以保持这些社区的畅通